哈喽大家好 前段时间和大家聊了一下 关于中国公民持有海外绿卡 会注销户口的事 没过几天 在7月10日 据彭博社报道 中国要开始向公民 征收海外收入的所得税了 那么肯定有人要问 彭博社靠谱吗 它是全球最大的财经资讯公司 全球有130家新闻分社 对彭博社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看一下 我以前发布的一期视频里面 有彭博社和他的创始人 布隆伯格的故事 回到正题 当时看到这个新闻后 我有点犹豫 最近就一直在观察这个事 后来慢慢的关注的 这个事的媒体也越来越多 所以今天也来凑个热闹 和大家探讨一下 其实中国向海外公民征税这件事 是早有迹可循的 早在2019年的1月1日起 不少在海外工作的中国人 就开始注意到 中国税务局 已经开始修订所得税的规定了 新修改的个人所得税就增加了旅居海外的中国公民也要交税 只是受新冠疫情的影响 这个政策就一直没有落地实施 修改后的新规可能导致不少人的税单飙升 不缴税是不可能的 全球大约有6000万华人居住在海外 那么持有中国国籍的华侨有多少呢 谁也不知道 如果我们按10%来计算的话 那也有600万人了 由于涉及的税收金额过大 再加上随着中国法制建设不断推进 完善税收制度看来是必然的 由于此次税务局公布的新规和美国的税收政策 类似 所以要讲清楚此次中国政府的税收政策 就不得不提到美国的 我们简称为FATCA的税收政策 意思就是无论你在世界哪里工作 都要向我缴税 美国以前的全球征税的政策 大致是通过了一个叫 Report of Foreign Bank and Financial Accounts 条款强制性的要求 纳税人开设一个专门的海外金融账户 用于美国税务局检查海外公民 海外资产的情况 但尴尬的是美国法律 没有条例可以支持美国税务局 通过检查海外户口的信息 来查公民的税务情况 于是美国国会就推出了一个新的法 叫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s Act 我们就是刚刚我简称的那个FATCA这个法案 通过这条法规 美国税务局就可以和其他国家签订合作 所有签约的国家与地区 合作的金融机构 包括了银行证券 投资机构等 必须每年向美国税务局提供美国纳税人的账户 笔个人数据 包含名字 税号 住址 以及交易记录等 如果金融机构拒绝提供 这该机构与客户的美国来源所得 或在美国的投资利润需要扣缴30%的惩罚税率 而此次中国新修订的税务政策就和美国的海外税收方式差不多 中国是通过CRS准则与其他国家签署了税务协定 推动了海外居民之间的税务信息交换 理论上来讲的话 中国税务部门将因此掌握中国税收居民海外资产的收入状况 那么有的人肯定会有点疑惑了 这个CRSC到底是什么 简单理解 你就把它当成一个国际组织 加入了这个组织 你就要和大家共享信息 那么中国税务局通过这个CRSC会知道什么信息呢 哪些机构在其管理范围呢 我们一共把它分成四点来讲 第一点就是这个CRSC管理哪些类型的海外机构的账户 一个是存款机构 托管机构 投资机构 特定的保险公司 第二点 哪些类型的资产信息将被交换 存款账户 托管账户 现金值保险合约 年金合约 持有金融机构的股权 债权权益 第三点 哪些信息将被交换 个人的账户及账户余额 姓名以及出生日期 账号及税收的居住地 第四点 哪些资产不在这个CRS之列 就是不动产的非债务性直接权益和具体的商品 食物不属于金融资产的范畴 所以不必上报 比如什么房产 游艇 跑车 古董之画 珠宝等等 非金融类资产 其实在2018年 中国就已经加入了这个CRSC 也就是从这一年起 中国政府其实已经知道 你在海外的税收状况了 你有多少海外存款和金融投资 你住在哪都知道 没想办吧 早就准备好了 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以后你在海外 一样可以为国家缴税 做出你的贡献 那么重点来了 我们明白了此次所得税 新规大致是关于什么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 那些小伙伴需要因此缴纳哪些所得税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 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 而一个缴税年度累计住满183天的个人 为居民个人 居民个人从中国境内 境外取得的所得 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 那些持有中国户口 但是因为学习工作探亲旅游等原因 而在境外居住的人呢 如果你结束后 仍然会回到中国境内居住 那么中国就是你的习惯性居住所 这个人就属于中国境内有居所 你先不要晕 我们来看一张图来讲解一下 第一点 在中国有住所 全球收入都得缴税 第二个 在中国没有住所 但是你一年住满了183天 全球收入还是得缴税 在中国没有住所 不居住 那就按照你所在的国家缴税 在中国没收入就不用缴 在中国无住所 没有住满180天 按照你所在国缴税 在中国没收入也不用缴 目前中国香港和澳门地区 还有新加坡将率先推行新规 在香港的一些国企已经开始向内地的员工表明 要申报2019年的收入 以准备缴纳内地税 除了香港澳门地区 在新加坡的国企也同样收到了通知 此举对于在香港地区的小伙伴可谓是一个重大打击 因为他们在香港纳税的最高额度也只有15% 这是全世界最低的税率之一 而内地最高税率为45% 税率几乎翻了三倍 目前香港地区大约有8万到15万左右 来自内地的人在此工作 这个就意味着就算这一政策目前仅仅对港澳等地的内地小伙伴起作用 也会影响到至少十几万人 那么有小伙伴也许会有疑问 如果自己是中国公民已经在其他国家缴税了 还需要重复缴税吗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这就是要看你所在国缴纳的税款和按中国税法要缴纳的税款之间是否有差值 有差值就得补缴 我们就拿刚刚说到的香港举例说明 比如香港特区的最高税率是15% 中国的个税最高税率是45% 那么减去你已经在香港缴的15% 剩下的差额部分30%左右 你就得按照中国的税率补上 所以这个海外征税还是根据你所在国家的税率 来决定是否需要补缴差额部分 比如我生活的澳洲高税收高福利的国家 按照个人收入划分税率等级的话 最高税率也差不多是45%左右 和中国的个税最高税率差不多 是否也要征税了 我也不想花时间去研究了 看着这些数字我都头疼 听天由命吧 如果有比较懂税务的朋友 欢迎留言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希望帮我点个赞 分享和转发这个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